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上期介绍了美食电影《小森林夏秋》片 今天继续介绍美食电影《小森林冬春》片 小森林是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的名字 这里环境优秀,民风淳朴 世子在城市里打工,遇到挫折 于是他逃回了小森林 但世子的母亲却已经离家出走五年了 世子记得小时候过圣诞节时 有一位外国叔叔常来拜访 会给他变口吐乒乓球的魔术 而妈妈蒸的圣诞蛋糕呈长方形 裹着厚厚的奶油 切开来竟是红绿双色 代表圣诞节的颜色 红色部分是面粉加入了用红米酿的米酒 绿色部分是面粉加入了菠菜 吃起来口感相当不错 妈妈也不是小森林的原住民 也是遇到挫折才搬到小森林 独自带着女儿在这里扎根的 现在圣诞节来临 世子也开始做双色蛋糕 用食用油、砂糖和小麦粉和泡打粉 制成蛋糕糊 加入黑米酒就会变成漂亮的紫色 然后再做一份加了蒸南瓜的黄色蛋糕糊 将它们依次倒入蛋糕模具 然后放入烤箱 烤好后抹上厚厚的奶油 比世子小两届的同村学弟 还有世子的闺蜜都来品尝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好 吃得两人没开眼笑的 大雪纷飞 天地一片银白 世子记起小时候 在村里倒年糕大会上 吃纳豆的情景 纳豆是煮熟的黄豆 加入稻草中 稻草上的蛋白酶 是黄豆发酵 产生粘稠的丝状物 在纳豆里加入酱油和砂糖 然后立刻加入热腾腾的糯米团 大婶让世子赶紧趁热尝尝 世子夹起一块粘粘的糯米团 放进嘴里 滑润软绵又香又甜 那是世子再也抹不去的记忆 此时世子又想吃糯米纳豆了 世子精心栽种糯米 把草护苗辛苦收割 最后才收获了质量上乘的糯米 将熟糯米在年糕机里摇晕 变成糯米团 将纳豆加砂糖和酱油充分混合 然后将沾满纳豆的糯米团 放到嘴里 那滋味甜甜糯糯实在是好 冬天老天爷闲着没事就下雪 世子闲着没事就开始做白萝卜干 将白萝卜切成段 去皮切成片 然后穿上绳子 使劲动它们 它们很快就成萝卜干了 想吃了拎一串回屋 用水泡开 加上烟飞鱼一起煮 再加点胡萝卜野菜 入味又好吃 世子和闺蜜用长杆子摘柿子 然后削去外皮 用绳子捆起来 挂在乌檐下 等变成柿子干了 就可以开吃了 边喝茶边吃干柿子 安逸的很 还可以将干柿子切丝 跟萝卜丝一起凉拌 酸酸甜甜好味道 世子想起在市里打工租房子时 为了节约开支 自己在盆里撒种子种小萝卜 小萝卜一个月就能长成 那时世子在超市里打工 喜欢上了同事小帅 他看到小帅每天都吃面包 于是就发挥做饭天赋 在饭团上涂蹭 然后用火烤 将自己种的小萝卜 切十字腌一下 鸡蛋里倒入蜂蜜 做成鸡蛋卷 这样一份爱心午餐就做好了 小帅吃起来相当惊艳 连夸世子勤劳贤惠 但某天世子却听到小帅 跟同事炫耀其他女孩 给他织围巾 还骂那女孩傻 世子感觉小帅人品好差 于是果断退出了 世子会在初夏播种红豆 无需施肥 任其野蛮生长 等红豆变硬成熟了 就摘下来 用木棍使劲砸 砸到他们口吐红豆 然后放在阳光下晒一个月 香味会更浓郁 然后就可以煮红豆馅了 再将小麦粉 盐和发酵粉用水揉合 然后发酵一小时 再放上煮好的红豆馅 用油煎一煎 煎成金黄就可以吃了 口感绝对一流 还可以放在锅里 蒸成红豆包 吃起来 别有一番滋味 又是大雪纷飞 世子想吃面片了 于是将小鱼干揪去内脏 将香菇 胡萝卜 白萝卜 牛肉 芋头 油炸豆腐切片 弄了满满一大盆 再倒入酱油 料酒和米酒调味 然后放在炉子上煮 再将小麦粉揉好后 晾两个小时 这样会有韧劲 然后揪成小片 放入刚才的锅中 煮熟后就可以开动了 吃一口面片 喝一口汤 小日子简直太舒坦了 世子去闺蜜家串门时 闺蜜发牢骚 说同事的事情 世子劝她找找自己的原因 结果闺蜜不乐意了 说世子没资格教育她 世子郁闷地走回家 茫茫群山 白雪挨挨 天地间 仿佛只有她一个人 等她走回家时 发现闺蜜 端着一锅咖喱 在等她 跟她道歉 于是两人和好如初 世子将掺了麦夫的面团 切成三块 然后擀成薄片 放在火上烤 很快面片就开始鼓起来 将米饭淋上咖喱 吃一口很浓郁 撕一块薄饼 蘸了咖喱吃 另有一番风味 每到春天 世子就会去山上挖野菜 大妈们都是满载而归 世子采了很多决菜 撒上芦灰 用开水泡一碗 去除苦涩 然后放到桶里 撒上厚厚的盐 腌起来 等到冬天的时候 从桶里捞出来 用水反复冲洗 然后焯水 再浇上生姜烧酱汁 吃起来口感清爽 也可以做炖菜吃 这样做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决菜 但世子每年的决菜 都不够吃 这只能怪自己太懒 但小森林的村民们 却都很勤劳踏实 村里还会定期召开会议 商讨如何让大家增加收入 并保护小森林的美景 小森林的人们 春耕下坡 秋收冬藏 享受着辛苦 但前进的生活 不知不觉间 春天到了 一片春意盎然 世子就会跑到山里 采各种野菜 红叶伞 盐灵草 猪牙花 鹅掌草 白根葵 应有尽有 还有长在枝头的呼牙 回去后洗干净 裹上面糊 放到锅里炸 天然又美味 吃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世子从地里 采了些冬花 用水抄一下 切碎后 加上味噌 做成冬花味噌酱 就着米饭吃 闺蜜竟然吃了三大碗 还将冬花味噌酱 用开水冲一下 做成味噌汤 感觉相当好喝 呃 这闺蜜也太馋了 于是世子想起 当年自己去上学前 让妈妈做冬花味噌酱吃 妈妈答应了 但当世子放学回家 发现冬花味噌酱 已经做好 但是妈妈却离家出走了 那段时间 世子很痛苦 觉得妈妈并不爱自己 但现在她独自生活后 终于体会到妈妈的不容易 闺蜜又过来吃好吃的 于是世子带她去挖了野蒜 还采了卷心菜花苞 用清水洗干净 将盐居鲑鱼烤一下 然后将野蒜下锅翻炒 加入盐居鲑鱼 再把煮好的意大利面放到里面 最后放上卷心菜花苞 浇上酱汁搅拌 闺蜜吃了一口 眼睛都亮了 世子很喜欢吃卷心菜 从菜园里摘一颗卷心菜 用水清洗 蘸点橄榄油 撒点盐直接就吃香甜脆爽 将叶子切成块 粘上面糊 用油炸着吃 咬一口香甜有嚼劲 小森林的居民 都爱去别人家的菜园转悠 欣赏各种长式喜人的蔬菜 土豆要在初春播种 很快就开始发芽 之后会开出漂亮的花 等叶子搭了下来 就可以收获了 挖出一颗颗新鲜的土豆 放在水里煮一下 撒点盐趁热吃 腼腆可口 也可以去河边采一些水芹 用葱末油盐和胡椒 拌成调味汁 把土豆切成小块 拌成土豆沙拉 再将水芹放进去 颜色搭配漂亮 吃一口特幸福 还可以制成土豆面包 面包坯里放入揉碎的土豆泥 放在烤箱里烤 这是妈妈最拿手的 但轮到自己做了 却怎么也烤不出那种柔软 于是狮子非常想念妈妈 而妈妈也终于寄来了一封信 信里说她准备经营一个果园 还说人总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 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但每次都会积累许多经验 所以人生是成螺旋状前进的 虽然兜兜转转反反复复 但却一直在向前走 妈妈离家出走 就是去重新开始了 她撇下柿子 也是想让柿子尽快成长起来 越早体验人生 就越早让人生找到方向 看完信后 柿子猛然明白 自己应该再努力一把 有了失败的教训 她会做得更好 说走就走 就像当年妈妈一样 她毅然离开了小森林 返回城市 闺蜜和学弟 帮她照顾菜园 给洋葱拔草 但闺蜜却说 柿子是喜欢小森林的 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五年后 小森林举办了第一届春收节 城里的人们都跑来参观 争相购买小森林 纯天然无污染的蔬菜 和土特产 还有手工艺品 品尝小森林的特色美食 而柿子也从城市里回来了 还带着自己的老公 而闺蜜和学弟结了婚 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柿子准备留下 不走了 专心搞特色农业 将小森林推广出去 这是她的理想 春收节要跳神舞 柿子是舞者中的一员 经过那么多挫折辛苦和坚强面对 柿子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毕竟爱做饭的人 运气都不会差 全剧中 把夏天凉拌 把秋天用油煎一煎 把春天用春饼卷了吃 用大铁锅炖一锅冬天 简简单单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花里胡哨的都是华而不实的 简单烹饪是对美食的尊重 化学添加剂 是对食材的亵渎 人生是螺旋形的 因为螺旋的人生 弹力才够强 你的人生回到了起点 但你的心已走出很远 从头再来时 你可以信心满满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嘴白 下次见 有猴